那其實我印象最深刻不是在這裡 是在我舊家 那時候跟香分手很難過 地藏痛哭 他們一起來浩浩蕩蕩來我家 他說 哇 要關心我 我們那時候還 他跪在地藏 穿內褲嘛 地藏狂哭 香走了 香走了 對不起 對不起什麼的 那時候哭到心臟很痛 然後小廣第一件事 孫還好嗎 孫還好嗎 孫 看鏡頭 孫看鏡頭 要往這邊哭 孫往這邊哭 孫往這邊哭 今天反骨講故 來講一下 每一個人在工作室發生最有趣的事情 這屬於我們的反骨貼份來看的 發生整個光怪陸禮 不知道他鬼故事都有 我想先聽姚軒的 近期就是對公子啊 就這樣 他今天沒來 你不然以為是誰了 你怎麼了 你是雨水還是雷水 雨水 你說啊 你說啊 我們在聽你說 之前說的我都是騙人的 蛤 你之前說什麼我不知道啊 他以為是教我們如何騙人 然後他說他要開課程 就幫個小媽媽 再多幹 就這樣 就這樣 剛剛那一招是有點可憐 只有幾百塊錢嗎 沒有很多啦 非常可憐的話 就要 下次再說吧 那是我的秘密武器 你為什麼一直都跪在這邊 我們這樣出不去耶 這感覺很像 我在看我媽的感覺 哈哈哈哈 我現在沒有跟一個女員工打架 她不是認真揍你嗎 對 我跟那個 她在那邊裝所以我就過去嚇她 然後她一開始還沒怎樣 我就繼續剪片 你就要突然 從那抓著我 我掐著我不是說他們認真我 認真我 啊 不是 笑張 超大力的喔 之前有一個禮拜 還兩個禮拜 在這邊是被保護著 外面有兩個保鏢在外面 那時候出門是保鏢開車 保鏢要保護我們 好像是 不是 我跟你講超好笑喔 很壞 因為那時候我小瑤萱 他在逛IKEA 兩個保鏢幫他拿一堆東西 對 然後這樣 然後這樣 兩個保鏢不是負責保護 我是哪一堆花花草草啊 他好像那時候裝飾工作室 對 因為我公司被人家衝過很多次 之前除了搜索票 在以前還有一個男生 帶一堆兄弟來公司 其實我跟孫生遇到這種事情 可能會先從後門跑走這樣 屁啊我最好是會 好 以前你不是聽到人家叫囂你 一直往後走 欸 快走 你等我你等我 你等我 小胖欸 那就是在後面煮飯的時間吧 就是做飯給大家吃 對 因為你是我們這邊最會做菜 對 廚師長 小胖剛來的時候 他每天都會帶不同的食物給我們吃 水餃 蛋塔 他長大了 那時候我是跟他打球認識的 對 那時候就騎一個滑板車 然後一直來 一直來 他很可愛 現在變惡魔了 新衣NPC 還有誰要講 我 我都很詐 大家都知道耶 那個 酸尿布 我記得我是喝一點酒 從新衣去回到工作室 那時候就很亢奮 很嗨 欸 怎麼會有拳套 然後我就帶拳套 那時候誰在啊 我 我跟你有 喔 你在 他是問說這個廟布是誰的 我們說 雨淺的 他說不管啊 然後他開始打 對 我突然打在尿布 然後剛才隔天我醒來了 然後雨淺就密我 孫 下次不要那麼激動 Tok 我就跟他道歉 我說對不起對不起 我昨天不知道怎麼了 看到子香想狂揍 又想到一個耶 這是關於你的消案 2020年某一天 你在後面踩到 庫ու sushi Marvin 用完的 電卷棒 他沒有拔掉 然後踩到你就在那邊 放梅花也然後躲在地上 他加油站不起來 他用完 然後開兩百多度 然後放在哪 我腳放出去直接 直接噗 直接躺下去 腳踢卷 我直接跳起來 那時候我知道我趕快 第一時間拿相機 覺得那種白目記者一直訪問問 請問你現在感受如何 師傅說 幹嘛拍屁有智障 我說 現在會痛嗎 我就會在那邊 趴著15分鐘 毛沛還在我電腦裡面 我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是 雷拉抽XXX事件的隔天 警察帶了一批人來搜索全公司 所以全公司的人都嚇到 也沒有人有被拿搜索印搜索過 你竟然就說 我也有全部 他就要了我的所有電腦手機什麼的 我都說來 給 都給 拿 都拿 都拿 我還很主動的說 來 我要把登記給你 他說不要動 我們現在要去哪 就要去士林地檢署 這邊是地檢署 可以看到這個門口很熟悉 陳怡跟雞排妹都曾經來過這邊 領贓物 通知單 就這一份 我剛剛給大家看我的台包證 看起來是很像XX版 一臉千塊牙的樣子 他這個就直接暴走嗎 這個直接暴走就好 好 耶 指揮張霧 以為在拍電影 人生中印象最深刻的事情 那其實我印象最深刻的不是在這裡 是在我舊家 那時候跟香分手很難過 地上痛哭 他們一起浩浩蕩蕩來我家 他說 哇 要關心我 我們那時候還 他跪在地上 穿內褲嘛 聽到狂哭 想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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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起 對不起 什麼的 那時候哭到心臟很痛 然後小廣第一件事 孫還好嗎 孫還好嗎 孫 看鏡頭 孫看鏡頭 要往這邊哭 孫往這邊哭 往這邊哭 你不要背對鏡頭 孫你不要背對鏡頭 搞笑 搞笑 在那邊找 找鏡位 那時候中華群要說 OK 孫生我們Youtuber就是要 不管我們什麼狀態 我們都是要拍出來 可是我終於體會到 喔 再怎麼樣情緒 都要拍 還有嗎 想起來了 姚軒的前女友 很怕蟑螂 他就狂叫 他就要拿椅子開始亂甩 不是這種軟 他是拿木頭椅 超恐怖 亂打吧 亂丟 他在玩蟑螂是不是 是真的滿欠揍的 對 因為玩蟑螂在你臉前面講 要爬過去 對啊 在場上這樣子 你不會想揍他 像有女士奶一樣 我人生第一次 就是學到在YT 然後要隨時背著相機 是那個蕾拉車 撞到酷炫車那一天 酷炫不是剪片剪到 也賣原地車禍嗎 因為那時候要馬上拍 啊因為我不知道相機 要馬上配好像是這個 你弄超久了那天 對對對 然後我就突然被人罵說 欸阿豪卡你不是管相機了嗎 你也要馬上拍 但是那時候我才剛來 然後我就想說 喔 我什麼時候管相機了 當你看到這個影片的時候 恭喜你 這支影片長度未滿八分鐘 所以剪輯師知道 酷炫需要再講一些什麼話 所以 我被強迫拉來這邊了 我很不喜歡懷念過去 孫生 柔柔 你們都太喜歡懷念過去了 尤其是女生 每次都把精選動態拿出來 一直看以前的東西 你知道FB在明年 要把精選動態給取消了嗎 默默地做自媒體才發現 欸 原來已經做十幾年了 所以我的個人頻道 也會出一支影片來分析 我對於段營營還有這個自媒體時代的看法 當然大家都希望用最輕鬆的姿態去輸出 最好看的內容 所以現在大家有點是為了更新而更新 我很不喜歡這樣子的狀態 做YouTube的本質是因為人格魅力 讓人家喜歡你而追蹤而開心 所以 我們必須終於做自己 我現在比較像人格分立 我現在就是想做什麼 就做什麼 想一下我們剛開始拍的第一支片 爸爸有車 如果男人有車怎麼辦 嗶嗶 多幽默 所以我要回歸最初的一開始 我想拍什麼就拍什麼 舊的地方就不要再懷念 讓我認識更多有錢人吧 謝謝 阿妹 阿妹